窗体的页媒和页角 我们单击创建 选择空白窗体 在这里边呢 如果我们需要页媒和页角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呢 可以添加 徽标和标题 或者时间和日期 我们单击一下添加徽标 这个时候呢可以选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放在页媒 我们可以呢把它切换到设计师图 就可以看到是在页媒 那页角能不能添加内容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呢把它呢拉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页角呢 放置相应的内容 我们放置一个时间和日期 不包括时间 只要它的日期 可以看到它是放在这里的 我们直接把它移到页角 大小呢移动一下 好我们来通过 窗体标签 然后选择窗体师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面为页媒 下面为页角 中间主体部分 我们并没有操作啊 好我们再次切换到 设计师图 当然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添加标题 放到这里 可以看到 选择这个标题 你可以呢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选择格式 太大了 改到12 12也有点大 改成10 空间也有点大 可以调一下 可以看到呢 两个一块调了 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排列 把这个布局取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单独来调节它们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OK了 根据你个人的实际需要 进行设置页媒和页角 怎么做个练习 前面我们做的这个通讯部呢 管理系统呢 还没有做完 只有表和查询 现在呢 我们要制作呢 它的窗体 选择这个通讯部 单击创建 选择窗体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窗体 保存一下 把它呢 改成了 联系人列表 单击确定 好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操控 把它切换到布局视图 把这个大小改一下 改了之后呢 我们仔细看 正面的位置不合适 我们先把这个属性表 关掉 选择一个 按住shift键 再选另外一个 把它拖过来 后面的呢 都是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呢 可以呢 多选几个 把它拖过来 好 好了之后呢 让大家再来看 这个大小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把它切换到了设计师图 那么我们呢 通过排列 选择呢 布局 你看选择布局就选上面了 我们需要把下面的选中 选中了以后呢 那正面呢 有一个大小 我们选择 字最短 好 接着呢 它们挨的有点远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调成窄一点 好 再来看 这两个呢 要颠倒一下位置 所以我们选中它 下移 OK 这个呢 可以呢 适当的拉大一点 这个我们先不拉它了 先保存一下 OK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吧 把它切换到窗体式图 就可以看到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既然是 叫联系人列表 那么这个地方也应该改一下 对吧 好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切换到设计师图 选择它 对它 把光标插入进去 改成什么 联系人列表 好 如果你觉得不太帅的话 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主题 你喜欢哪一个呢 你就选哪一个 好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这种 类型的 好 再次保存一下 这地方有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如果你觉得不太帅 也可以改 我们把属性表打开 选中这个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图像 我们浏览一下 找一张我们自己喜欢的 副片放进来 好 那么在这呢 可以看到 它只取了其中一部分 当然你可以呢 进行调节 比如说拉伸 或缩放 我们呢 就用这个 拆剪 好 那么这只是显示了 一条记录 对不对 既然它叫联系人列表 我们希望它显示多条记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换到呢 设计师图 选择呢 窗体 仔细看 然后呢 把这个默认的师图 改成了分割窗体 往下面 拉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数据表 在上 我们把它改成 在下 然后 保存一下 接着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效果呢 并不是 很理想 哪地方不理想呢 仔细看 首先 上面的这个 我们不希望它显示 上面的这个窗体里面的内容 我们只希望显示这个数据表 那么逾期改成这样分割 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 就叫什么呢 数据表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证明把它改成什么 数据表 改成数据表以后呢 我们呢 把它关掉 双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数据表 然后我们切换到设计师图 这时候问题又出现了 上面的这个页眉 和下面页角不见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这个分割窗体 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这点要注意 好 咱们呢 继续往后面进行讲解 现在呢 我们呢 把它切换到呢 设计师图 在设计师图里边呢 我们要改一些内容 例如 我们呢 不要它的分割条 这个地方的 它的大小 我们改成1 接着再把它切换到 布局 来看一下 有点小了 是不是啊 适当的 拉大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它的滚动条 把它的滚动条呢 改成5 所以我们选择窗体 滚动条 两者均5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就可以把它们挨得比较近一些 好 进入到窗体师图 来看一下效果 正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 这个字体选的比较大 而且呢 这上面的内容比较多 这个地方呢 显示不完 需要这样拉动 才能看到 可以看到 不是呢 很方便 有没有别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呢 可以少一些相关的字段 就是说把这些字段呢 取掉一些 我们呢 切换到我们的设计 我们其中呢 不要我们这个附件 不要我们的超链接 不要城市 ID也不要 公司姓名 只留下这几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相对是不是要 好一些了 那么传针 还有住宅电话 还有业务电话 我们留一个好了 再次进入到设计 把这个传针 去掉 把 住宅 去掉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这边可以 折叠上啊 感觉 好一些了 好 我们呢 继续 进入到我们的设计 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需要放一些按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呢 适当的 往下面拉大一些 添加一个 按钮空间 添加的时候呢 我们不希望它进行了 相应的向导 所以把这个向导取掉啊 画一个空间 然后位置呢 稍微改一下 其下 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新建 联系人 获号 链接符 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呢 适当调大一点 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个快捷键 好 这些字体呢 都有点太大了 选中它们 通过格式 改到九 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小一点嘛 有了一个联系人之后 我们还需要 其他的按钮 所以我们继续 停加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 停加一个 改个名字 叫什么呢 通过电子邮件 收集数据 好 放到这里 大小先不管啊 继续 这个地方呢 我们改成了 从 奥图 陆克 停加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上 连接符 O 大写的O 好 好 在这呢 我们就 添加 这三个按钮 全部选中它们 通过排列 大小呢 我们改成了 正好容纳 放过来 可以看到 这个字体呢 这块呢 不统一 选中之后 通过格式 改成了 统一改成9 这次在通过排列 正好容纳 把它放过来 对不起 选中它 选择顶端对齐 也就是相对齐 然后呢 这地方有间隔 改成了水平 间隔相等 好 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按钮 没出来 我们进入到布局 接着往下拉 再往下拉 好 直到把它们呢 显示出来为止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换到窗体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回就比较正常了 好 我们呢 再创建一个窗体 先把这个窗体呢 关闭掉 打开我们的导航窗格 选择我们的通讯部 单击创建 选择窗体 好了 以后呢 保存一下 改个名字 叫什么呢 联系人详细信息 好了之后 我们呢 把它们来调节一下 ID 不让它显示 删掉 接着 公司不需要这么大 调小一点 再来看一下 电子邮件 也不需要这么大 可以调小一点 继续 都把它们呢 调小一点 这一面先折叠上 好了 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需要把正面的传真 移动过来 还有呢 地址 移动过来 城市 移动过来 邮边 也移动过来 放过来 好 接着 我们在这边 来 选择 三个 单元格 通过排列 跟它们进行合并 把这个呢 附件 放进来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 准备放 超链接 改一下大小 这个地方呢 我们准备放电子邮件 这个 拖过来 好 还剩下一个备注 备注呢 我们把它放到下面来 选择这些单元格 给它呢 给它呢 给它一个合并 把这两个单元格 删掉 删掉之后 你看 是不是还有 我们直接删除整行 看看 删不掉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把下面的 拖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两个 也移上来 这一行就可以不要了 删除这一行 那么我们现在呢 排列的 整个 就是这种状况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呢 高度 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们可以进入到 它的设计模式下面 框悬这一块 通过排列 改一下它的大小 至最短 正面呢 间隔 选择窄一点 保存一下 这个地方的 内容要改掉 改成 联系人 详细 信息 后面呢 我们 要给它改成 动态的 就是说 如果 是你点到 哪一个人 那这个地方 就出现 哪个人的名字 好 这个图片呢 我们也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 属性表打开 选择它 给它 找一张图片 还是用这张图片 好 接着呢 我们打开这个窗体 在设计室图 选中它们 右键单击 复制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进行一个粘贴 放进来 把它呢 切换到呢 布局 来看一下 上下的位置 是不是有一顶顶 不太合适 可以适当的 一下 在设计模式下 把它往下拉一点 好 来 通过这个窗体 试图 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 明显的 证明大了 当然这样 折叠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它改小一点 怎么办呢 再次进入到设计 把这个地方呢 适当的 改短一点 这个地方呢 改短一点 这个地址 应该稍微的 大一点 要不然的话 地址显示不完 其他的都够用了 都足够用了 好 这个呢 不需要这么快 这上面的文字呢 这上面的文字呢 都太大了 我们进入它的主题 来看一下 这面是关于它的主题的文字 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下 来看一下 可以呢 通过这面进行选择 我们呢 单击一下 这个排列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选中 相应的对象 我们选择全部布局 选中布局 格式里边 全部都把它改成了 9 要不然的话 这个电子邮件 这一块呢 和 超链接呢 显示不完 那就说明 我们把它放在这面 怎样 不是很合适 当然我们可以放下面 在这里 我们呢 可以呢 调它 比如说这几个字 不需要这么大 这个稍微拉大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 是不是啊 这个可以显示完 但是文字呢 整体的不好 我们进入到设计 主题换一下吧 这个文字还是改回来 至少得用到10 才比较合适 电子邮件这几个字 小了 好 来看一下 这回呢 我们再来 看一下实际效果 还可以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可以呢 继续调整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按钮 我们再复制一个出来 这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它们俩 由于复制的 有重复 我们可以呢 更改一下它们 选择到设计 属性 这里边的内容 先改一下 也就标题 改成什么呢 保存 并新建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没有提示了 那放过来 好 我们呢 再复制一个 Ctrl C Ctrl V 就可以复制粘贴 这个地方写上关闭 好 把它们都选中 然后我们通过排列 对它呢 进行一个正好容纳 接着 让它们呢 对齐一下 上端对齐 正面呢 还有一个水平相等 间距 位置稍微调一下 好 来 看一下 还可以 好 我们呢 继继续切换到 我们的设计师图 这边呢 我们就先 摆放这么多 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你可以继续 进行相关操作 这一章呢 讲到这里 就算是高一段落了 在这一章 我们讲解了 窗体的创建 窗体的设计 以及窗体的属性 还有呢 对 子窗体 以及其他的常用空间呢 进行了一些讲解 再往下面呢 我们又讲了 夜眉夜角 最后我们 做了一个练习 把我们的通讯部 它所需要的窗体呢 进行了一个 创建 并且呢 进行相关的设计 如果你觉得 哪地方不满意 你可以呢 继续设计 在这里 尽管我们把这个窗体呢 设计好了 但是这个功能 我们并没有添加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里面 我们会讲解 如何添加相应的功能 比如说 关闭 窗体 新建联系人 等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